虽然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可以回溯135亿年前的早期宇宙 探索神秘的天体结构和起源 但人类最感兴趣的问题还会是 一、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有生命了 二、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开始的 三、我们是大自然创造的还是超自然创造的 智能设计论支持者声称 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征最好用智能原因来解释 而不是像自然选择这样的无方向过程 智能设计论是神创论的一种形式 它缺乏实证支持 也没有提供和检验或站得住脚的假设 因此不是科学 但在你能科学地证明它是错误的之前 它仍然是一种假设或者理论 它和我们相信的其他理论一样应该被考虑到 而且我们也无法用最新的纯科学来解释许多神秘的宇宙中事物 目前普遍接受的理论是 宇宙本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亿年左右 而包含太阳系的银河系大约有132亿年的历史 至于我们地球的年龄定为大约45.4亿年 前后相差约5000万年 生命核实出现在地球上仍在争论中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生物岩石化石大约是37亿年 由此多数模型推测生命在42至37亿年前出现在地球上 大约46亿到41年前之间的名古时代 地球是一个地狱般的环境 地球经常受到来自地外天体的撞击 撞击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地球表面极其不稳定 地漫中的对流将融化的岩石带到地表 并导致冷却的岩石下沉到岩浆海中 较重的元素如铁下降成为地核 而较轻的元素如龟上升并融入不断增长的地壳 地球大气层被认为由氢气、氦气和水蒸气组成 在地壳冷却后的某个时间 氨元素或化合物 甲烷和奶气出现了 火山喷出的气体增加了水蒸气 氮气和额外的氢气 大气和海洋形成于44亿年前 大气中的大部分水蒸气开始凝结形成云和雨 在地球表面留下大量液态水沉积物 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理论 仍然是当前进化论的科学基石 即自然选择机制 达尔文认为 由于资源在自然界中是有限的 具有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可遗传特征的生物 往往会比它们的同类留下更多的后代 导致这些特征的频率在之后几代中不断增加 除了物种进化论 150多年前达尔文也和同事朋友讨论过生命起源问题 后来被称为原始汤理论 原始汤部分观点后来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 但至今仍不足以解释生命起源这个最引人入胜的问题 原始汤理论假设 在原始地球环境下 简单的无机物通过光化学反应转变为有机物 有机物发展为生物大分子蛋白质 直到出现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细胞 最终演化出地球上缤纷多彩的各类生命形态 但有学者反驳认为 有很多关于蛋白质起源的理论 但对这些想法的实验式支持却不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